这是不是夹睫毛死的你 夹睫毛半天翘不起来 一不小心 还容易夹到用 姐妹们啊 夹睫毛这件事情还真的是 三分靠技术 七分靠工具 就连唐一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夹睫毛这件事呢 真的靠技术 七分靠技术 今天看完啊 就知道什么样的睫毛夹 才是你的专属定制 睫毛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弧度 因为它取决于我们的眼形 我们能够在素颜的时候 闭上眼睛拍一张照片 如果你眼睛的这条缝的话 比较直而且又长 侧面呢眼球是平的 那你就是长眼 那如果呢你的是弧度偏大且短 侧面看啊眼球非常的突出 那你就是突出短圆眼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介于它们两个中间啊 两边是直的 但中间呢是弯的 侧面看眼睛也不涂 但是这个眼皮上面 就是有很多的肉绒 那你就是适中种眼泡 像我自己的话啊 就是明显的长眼 如果你也是的话记得扣鼻 接着三个大火的睫毛夹 最好走 弧度最平滑的啊 就是自身堂的这款心肌美人 刚好和长眼的贴合度非常好 它能够贴到你睫毛的最根部 方便你分段用力 加出来就是拖拖的太阳花 但凡你的眼球稍微拖一点点 它就只能加到中间段的睫毛 一加一个90度 加肉也是一加一个准 相比自身堂啊 直尊秀的这个明显弧度更大 直径呢也会更短一些 就很适合适中整眼泡 加出来的弧度是很自然的啊 而且你眼睛上的这个肉绒 也能被它这个挡板撑住 不被夹到 最后大网红太阳花睫毛夹 比我还红黄 号称一飞冲天 人手一指 和前面两个对比哈 它的这个弧度呢会更大 开口也会更大 而且直径更短 所以它适合突出的短圆眼 这三个睫毛夹的价格哈 差别也是挺大的 所以说美女们一定要判断 正确的之后再多少 最后呢送上一波大总结 拜拜